六旬独居老人生死家中 脸皮以及眼球神秘消失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让我们走进今日故事 阳光明媚的下午 一栋楼放下 几辆警车拉起了警戒线 周围围惧着众多居民 原来 这栋楼的老太太张翠莲 被发现生死家中 死者女 67岁 身长162 发育正常 营养一般 肤色暗黄 湿斑橙 紫红色 头枕布 象 背 腰 四肢底下未受压部位 只压不褪色 腹部形成失虑 四肢的肌肉组织大范围缺失 手掌脚掌止于白骨 手指脚趾正是全部不翼而飞 尸体的整个脸庞 连通眼球在内 完全消失 只剩下额骨 颧骨 下额骨不服 还连着薄薄一层肌肉 王警官 突破的试检信息就是这些了 王警官听到法医的试检报告后 淡淡地回了一句 便点着烟先下了楼 没脸没皮啊 就像没很干净的泡椒粪狗 这死者的状态 跟最近的都市怪谈 很像啊 当办案陷入困境的时候 就要听取周围群众的对话 总能有所发现 听说了吗 出事的是张大姐吧 独居老人 平时也不爱跟人接触 就养了几只猫姐呢 要不是邻居问到臭味 向物业投诉 估计现在都没有发现 怎么会在家里出事啊 独居老人嘛 看来周围邻居也不太了解他 可能是糖尿病吧 不然 人群中传来了一名男子的声音 一名靠着警车 吃韭菜盒子的青年开口道 准确来说 应该是二型糖尿病 因此的诸多并发症所致 小伙子 你认识死者吗 不认识啊 那你怎么知道他有糖尿病 我猜的 厉害吧 嘿嘿 厉害的头 别毫无根据瞎猜 你妈喊你回家写作业呢 其实也不算毫无根据了 之前在小区六湾的时候看到过 面色虽然红润 但是皮肤却干燥 体型也发浮 眼皮下垂 且有反复眼界减肿的痕迹 手臂伤痕溃疡 手指红肚 小肚和足部肿胀 步伐缓慢乏力 这些都是二型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对了 他家一直没有开窗户对吧 如果是因为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而晕倒 那他养的猫 很可能会谴视死者的皮肤 来唤醒他 但是很可惜 他们并没有成功 反而舔破了皮肤 尝到了血腥味 而躁动了起来 再加上长时间没有主人的头位 宠物们就会指发寻找紧能吃的东西 比方说 他们的主人 你的意思是说他被自己的宠物猫 警察叔叔 你没玩过剧本沙吗 这可是里面经常有的清洁 我老厉害了 小伙子 这是你玩剧本沙的地方吗 待干嘛干嘛去 看着离开的青年 王警官心想差点就被带跑偏了 这小子有点诈骗算的钱质 不行给被割案吧 是在海底的金鱼 他的尸体会不断下沉至海底 最终为其他海洋生物 提供食物长达百年 这个现象被成为金落 天道轮回 生死如常啊 注意看 这绝对是你见过最有个性的猫咪 我叫李昂 是一名天赋异禀的高中圣 干啊 爬楼回家 老子住二十层啊 最近的怪事真的很多 隔壁楼里老太太离起死亡 李昂家电梯维修 大好青年独自爬楼梯 真黑啊 韭菜盒子都要凉了 得赶紧回家才行 火去 什么生意 这也太甚人了 是不是那个老大爷可谈吧 看着灯光 应该是酒楼的 估计是谁家老人出来扔垃圾吧 俗话说得好 唱歌有利于壮胆 此时此刻 李昂一边爬楼 一边唱歌壮胆 不然 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了 怎么回事 八楼之后 怎么还是八楼 是物业贴错了 再上一层看看吧 爬上一层后 八层的标示 就这样清晰地出现在李昂眼前 还是八层 不会是谁搞的乐作剧吧 我靠 你又来咳嗽声了 我查嘞 是哪位好汉赶拦我 糊涂出去路 老子租到山 一二三 不出来是吧 那小爷我先走为见 白白了您那 撒腿就跑在李昂 只感觉自己好像在跑圈 一圈又一圈 一直走不出去 什么情况 我刚才到底在楼上还是楼下 最难道是传说中的鬼打墙 爱我去 这咋都晚上了 什么时候这么黑了 黑的只能看到月亮 看来我是真的遇到鬼打墙了 诡异的咳嗽声再次传来 往往回过头的李昂 只感觉一道身影渐渐逼近 猫吗 啊 早了半天 原来就是一只小猫啊 声音如此悦耳轻柔 形体憨态可居呢 你说不定都可以去参加 宝可梦选美比赛了呢 如果忽略掉你这张脸的话 这是人面猫 应该是那个老太太的脸皮 被他啃掉了 这家伙啃掉了主人的脸皮 又把我困在这里 黑肯定 指定没安好心 必须先下手为强 猫猫啊 你这么可爱 过来让我摸摸吧 李昂的手 反缓向人面猫伸去 见人面猫没有反应 李昂抓住时机 抽出身后的签子 去死吧 突然 一便发生 高高举起的手 却无法落下 对面的人面猫 眼睛闪着淡淡的绿色幽光 身体 身体动不往了 难道说 张老太不是因为糖尿病 而是被这猫先定住身体 然后再舔掉脸的 把我的脸吃掉 就会变成我的样子吗 嗯 那样确实比现在好看 不能再被定下去了 哎 不对 刚才我是说话了吗 我的嘴还能动 要舍稳吗 小猫咪 太好了 能动了 去死吧 用力的一击 直接插入人面猫 幽绿色的眼球中 一时间 猫咪的惨叫 李昂的疯狂出刺 两分半后 人面猫已经没有了反应 李昂也大口大口的喘着出气 忽然 面前人面猫的尸体中 挑出一团绿色的光芒 一个个系统弹窗 出现在李昂眼前 用户出示名 李昂 用户等级一 当前经验零杠100 装备无 物品无 判定用户为新手文家 新手引导程序自启动 人类历史上 所创造出的一切幻想作品 神话 史诗 传说 动画 游戏 电影 都是其他世界在地球的投影 在这浩渺的宇宙中 我们与物以计量的其他文明 共同生存 共同竞争 共同渗透 共同干扰 而你是从云云众生中 脱颖而出的信任 能接触超凡 成为超凡 欢迎来到地球沙场 如果有一天 你得到了系统 你会怎么做呢 看着这个青年 估计可以成为标准处理方式 没错 昨晚李昂杀了一只人面猫 获得了所谓的系统 而现在 他正在做着手术 给那只人面猫 做着手术 系统精灵呢 戒指里的老爷爷呢 没人来管管我这个 刚进入游戏的萌新嘛 根据昨天脑海里出现的旁白 看来玩家身份 并不局限于人类 结合最近越来越多的都市怪谈 看来游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不知道如何沟通系统 发布和完成任务 而且 我这个非玩家击杀玩家 就获得了游戏资格 就意味着肯定有组织 已经盯上了这场游戏 带来的力量 在普通人中 搜索玩家的存在 还是猥琐发育吧 信息有限 只能静观其变 不过这游戏暴力太一般了 我都已经用出了 传说中的袍丁剪牛了 还只是爆了颗猫眼 还是一刀999刺激啊 名称 古怪的眼球 类型 佩戴品 品质 稀有 特效 识别幻想 制造幻想 幻想的生效强度 有效范围持续时间 由佩戴者的精神力强度决定 装备条件 佩戴者拥有 生理解剖学上的眼眶结构 备注 穷鼠达变 阴形异议者 贵之化 贵之幻 这场杀戮游戏 也不弄个新手指导 只有这些 不知何时 触发的界面 这世界 真的成为一场游戏了吗 也不知道这场游戏 开启多久了 又有多少玩家在线 嗯 什么情况 诡异的猫眼中 突然从串出几根触须 下一秒 直接串入李昂的眼中 爱我去 大哥 清点 我第一次啊 随着眼球全部没入 下一秒 再次睁开着眼睛 已经变成了一个猫眼 坎坡幻想 制造幻想 有了猫眼的这两个能力 我不就是杀戮游戏里 落机分机了吗 之前遇到的鬼打墙 应该就是这个能力 不过 我现在制造物品幻想还可以 没办法构建那么复杂的大型幻想 大概是精神力点数的问题 不过 我这也算是买入超人类的范畴了 小爷我七岁入孤儿院 十六岁步入社会 到现在都是自己养活自己 人生这场游戏 咱们算是天坑开局了 开局连条狗都没有 不过 我们既然遇到了重开副本的机会 不大闹一场 不合适吧 做过老师的都知道 学生的请假理由千奇百怪 而我就有一名 特别脑回路无敌的学生 李昂 我都不想多说你 昨天迟到 说吃了麻婆豆腐 然后被麻婆丈夫打了 今天你又是啥借口 昨晚我和一只猫妖大战了三百回合 最后成功封锁了妖怪存在的消息 这种借口你都说得出来 但我傻嘛 放学留下打扫卫生 作为一名老师 每次面对李昂 都是对我适得的考验 这小子脑回路是在清奇 近些日子 都市传说越来越多 总听说各种怪事 学校最近也进行了装修 明明教学楼都建完一个假期了 但是味道还是很大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劣质材料 爱我去 这啥味道 这么刺鼻 没错 随着电梯门的打开 一阵刺鼻的味道喷涌出 张嘴吐槽完 还发现电梯里 还站着一名工人 抱歉啊 我不知道大楼还在装修 进入到电梯中 史老师感觉 当着工人面前吐槽味道大 非常不礼貌 心里还在捉摸着 要不要道个歉 可是自己突然意识到 刺鼻的味道 并不是所谓的汗臭味 而是感觉什么东西 在燃烧的味道 透过电梯门的折射 史老师发现此时的工人脚下 居然有一滩滩黑色的液体 在不断流出 是泥浆吗 不对 这是历青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惊恐地转过身 自己手里的窖台掉在历青上 瞬间燃烧起来 抬头看向那名工人 此时的工人身上冒着黑烟 而哪一张脸 分明是被烧焦的样子 我滴妈妈 这是遇到鬼了 电梯 电梯快打开啊 就在历青即将吞没史老师的时候 叮的一声 电梯门打开了 我滴妈妈 给救了 快跑啊 没有丝毫犹豫 史老师直接夺门而出 可就在刚跑出去几步的时候 史老师突然停下了脚步 糟糕 这个时候怎么突然想到李昂那小子的一句胡话了呢 史老师 告诉你一个我新研究的成果 见到鬼千万不要跑 跑不时 人的脚后跟会抬起 鬼只要将脚尖 垫在人的脚后跟下面 那么就完成附身了 随着历鬼脚尖的垫入 煞石间化作滚滚飞烟 没入史老师体内 历鬼的附身 就此完成 都市传说你听过多少 学校内 现在很多的话题都是关于都市传说的 听说了吗 前华路又死人了 一个驾驶员突然把头伸到车外 直接被对面的公交车切掉了 你那都是啥时候的新闻了 今天早上 前华路的皇位工人发现 一个男的 直接嵌在了电线杆子上 消息在网上都屏蔽了 我舅舅当时正好在附近围观 告诉了我 那种死 除非从几十楼往下跳 可那周围最高的三层楼 这世界真的越来越诡异了 听着同学交谈的李昂 默默地做起了笔记 前华路吗 这可不是普通的自杀 或者连环杀手 正在做着记录和分析的李昂 突然被自己的同桌碰了一下胳膊 我说 都市传说有什么好记录的 有经历多做几道题吗 没错 这个妹子 就是李昂的青梅竹马 也是班长 王同山 还有你今天童又迟到了 下一秒 李昂画风突变 骚包道 女人 我的是你少过问 大哥 你那位啊 你昨天说说蚊虫叮咬 让本座心虚不宁 今日我给你一法宝 汉何人还敢动本座的女人 此物已具了零食 万文不可近身 未独享我的宠爱窃喜吧 女人 而下一秒 一个粉拳 直接打在李昂二尺厚的脸皮上 你是不是每天不挨揍 就不舒服 自己躺着吧 然而 被打了一拳的李昂 却非常开心 原来就在李昂被打的一瞬间 戏笔竟然发布了任务 小样 难道你就是被附身的怪我 下一秒李昂只感觉天地调换 等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被过肩摔放倒在地上 这力道 绝对是王同山本山 跨下风景无限好 既然如此 班长 帮我请个假 我要去拯救世界了 看这个风一般的男子 在校园中不断穿梭 仅仅几个呼吸间 就来到了学校的天台 原来就在刚刚 自己在班长的爱之一拳攻击下 居然触发了系统 出现了任务 任务类型 常规任务 任务名 身后是 任务目标 消灭英式实验中学内附身鬼 0-1 任务奖励一提升玩家 全线开启玩家个人面板 任务奖励二除消灭任务目标领体之外 奖励额外45点经验值 任务奖励三游戏壁100点 任务奖励四普通品质随机物品乘一 接受或拒绝 作为新手玩家 对于没有惩罚的任务 必须接受啊 而天台 可以俯瞰整个校园 古怪眼球 配合望远镜 绝对可以最快速度捕捉到鬼魅 教学楼 实验楼 食堂 宿舍 哎呦 找到了你 我的小可爱 看这个样子 你藏在地下车库 此时被附身的石老师 正在地下车库徘徊 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而拉近镜头 原来他手里拿着车钥匙 在寻找着石老师的私家车 看来 是打算驾车离开学校 而李昂 已经出现在了他身后 伴随着猫眼的能力发动 鬼怪的身影 暴露在其面前 丑八怪 我劝你速速离开石老师肉身 放我们亲爱的老师回去上课 同学们都等不及了 小鬼 你是玩家 你们不会懂的 什么往生极乐 六道轮回 都是狗屁 都是谎言 死后 只有空虚 无尽的空虚 我不想死 你可能委屈 可能不服 但是这具身体 终归不是你的呀 凶的 我不会离开这具身体的 他是我的 我的 那你可惨了 杀鬼我可不熟练 弄疼你 可别怪我哦 话不投机半句多 见如此 被附身的石老师 直接冲了上来 看着对面一脸冷静的李昂 厉鬼只感觉更加愤怒 小鬼 你去死吧 然后下一秒 李昂居然直接接住了对方的力爪 紧着着在对面震惊的目光下 一脚直踹灭门 脚下用力 手上松开 被附身的石老师 直接飞了出去 重重摔在墙上 一时间居然没了反应 爱我 好像用力过猛 可别因为灭鬼 把石老师弄没了 得用点和平的方式解决 不甘心的厉鬼 驾驭着石老师的身体 猛地坐起 发出阵阵鬼叫 下一秒 李昂直接上前按住对方 鬼叫啥 Look my eyes 指示我 杂种 猫眼幻想 发动 下一个 一个大型熔炉出现 紧接着 滚烫的力青直接倒下 力鬼惨叫着 再一次经历了自己的死亡 在幻想的冲击下 力鬼直接拖铁出 就要逃跑 而身后的李昂怎么会放过他 果然 再一次经历死亡 就是最恐怖的 不过好在 以后的你 都不用再经历了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一直都隐秘地进行着一场游戏 名为杀场游戏 每一次的物种迭代 都与这个游戏有关 直到现在 已经在地球上 举办了六届 寒武计 滞留计 泥盆计 侏罗计 从环节动物 海洋脊椎动物 到恐龙 哺乳动物 沙场游戏的开展 几乎影响了地球 大半部分的物种进化史 第六届游戏 最终制人胜利 尼安德特人落败 并最终走向了灭绝 而现在 机缘巧合下 获得玩家身份的李昂 刚刚在史老师的 慷慨付出下完成了任务 升到了二级 常规任务深厚 事已完成 任务奖励一 玩家权限提升 个人面板已开启 任务奖励二 消灭附身鬼 获得经验30点 任务完成 额外奖励经验45点 任务奖励三 游戏币100点 玩家整体表现 S加 获得的游戏币 与经验值提升至160% 提示 玩家当前经验值120100 可从LV1升级至LV2 玩家等级提升后 可获得一点自由属性点 更是获得了丰厚的奖励 李昂也非常讲究的邦石老师 叫了一辆救护车 还在游戏中 给自己取了一个 制霸全服的名字 李玉升 李昂看着升到二级以后 系统开放的信息 现如今此时此刻 一共有多少名玩家还不确定 而现在自己经历的 就是第七场沙场游戏 开始的时间 大概是七个月之前 而七个月 正是都市传说 开始渐渐躲起来的时候 而系统也跳出弹窗 说到无法进一步告知 玩家现在游戏规模 那么系统 发布任务的具体形式是什么呢 系统发布类型共有三种 第一种为常规任务 日常随机触发 玩家可选择是否接受 完成有奖励 失败无惩罚 第二种为强制任务 由系统随机发布 玩家必须完成任务目标 完成有奖励 失败则抹杀玩家 第三种为剧本任务 任务场景由系统随机生成 并不一定发生在现实地球 玩家将扮演某一角色 攻略剧本完成有奖励 失败则由系统随机点出惩罚 一心查看信息的李昂 无视班长的提醒 可是自己却突然感觉到 一股寒意袭来 下一秒 被老师请出到教室外进行罚站 但是此时的李昂却非常开心 升级后 自己的身体素质好像有些提升 各种花活 不在话下 系统 把我的属性面板调出来 让小爷看看 能力值 普通成年人均值为五 姓名 李日升 力量 六 资深健身爱好者的水平 敏捷六 资深跑步爱好者的水平 智力七 天才 体质六 资深马拉松爱好者的水平 感知 六 资深受挫爱好者的水平 魅力四 长相平平无奇 言谈举止 略显怪异 爱我去 作为资深精神小伙的我 魅力居然只有四 系统的评价有事偏僻啊 把刚获得的属性点 加在感知上吧 感知七 资深受挫爱好者的水平 古怪猫眼的 消耗和精神力 就是所谓的智力和感知挂钩 加点后 我现在使用识破幻象的能力化 可以维持700秒 维持幻象140秒吧 还不错呢 而另一边 在学校地下停车场 此时已经被封闭起来 一名男子拿着奇怪的仪器 在检查着现场 科长 检测的灵能反应 强度为等级1 类型为附身灵 从灵能溢散程度看 距离被消灭 至少过去5小时了 看来 击杀灵体的玩家 等级也比较低 不过反侦查 意思到实意外的强 现场痕迹被彻底摸出 相关摄像头 也被提前破坏 甚至一些行车记录仪 都被处理 从他嘎鬼的行为看 目前他应该属于秩序中立 没必要大力搜索他 毕竟咱们现在的资源 都要向前滑路倾斜 那里的灵异现象 越来越严重 随时可能变成 移动天灾 前滑路 最近的灵异事件 越来越多 有离奇被贯穿在 电线杆上的诡异事件 也有现在 遇到的事情 此时一辆钻探机 在不断向下开挖 本来应该非常顺利的工作 却突然卡砖了 因为现在只才转了80米 按理来说 根本不可能发生卡钻的事情 还没等施工人员下车查看 突然间 居然串来一股异样的感觉 急忙叫喊道 大家小心 我要释放砖头 有什么东西 再往下拉 随着砖头被释放 此时应该停止工作的转头 居然被一股神秘力量 不断往下拉扯 往下吸 随着力量不断积聚 下一秒蹦的一声 重大几顿的砖头 居然直接被喷了出来 飞入了几十米的高空 然后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 一个自由落体 直接砸在了工程车上 远处 李扬看着这边的变化 震惊无果 看来 乾华路地下 有一个大暴洒 打怪升级要一点点来 猥琐发育才是王道 看来 这沙场游戏 可比想象中更加凶险 爸爸 也带你检查过了 明明哪里都没有问题了 咋就说不了话 动不了拉呢 听到身旁女子的话语 看着老人痴呆一般的面庞 李扬直接发动了猫眼 没想到老人身上 居然残存这灵体的气息 任务触发条件已满足 任务类型 常规任务 任务名夹缝之间 任务目标查明 前建军痴呆真相 任务时间三十分钟 接受或拒绝 新任务 来了 李大忽悠上线 阿姨 不止这位老伯为何发病 依我之见 此乃离魂之症啊 可否和我详细说说 说不定我可以帮上忙 见对方疑惑地延伸 李扬继续表明自己的身份 无乃退伍特种兵 太以神针传人 都市医生 龙王李昂 为啥说李昂是李大忽悠 就这身份叠加 对方居然姓 据阿姨所说 老伯就是来这里 看住在七楼的女儿 然后回家就变得痴痴傻傻 不言不语了 这里离前滑路 只有四条街的距离 莫非 也是灵异事件 任务只有半小时 先去七楼检查一下吧 就在刚要进入小区的时候 保安庭的一则寻人启事 引起了李昂的注意 检查身体显示一切正常的老人 居然无法言语 李昂更是触发了任务 寻找其痴呆的真相 来到老人的小区 一则寻人启事 首先引起了李昂的注意 包方田 女 现年51岁 身高1.61米 长发 体重140斤 于6月17日下午1点30分 在德胜路地带走失 因是南郊人 本地口音有轻微的精神疾病 忘有知情下落者素与家人联系 必有仇献 下一秒 细经李昂上线 拿着寻人启事 一脸单纯且略带悲伤的 对保安大叔说 自己是失踪老人的家属 想看看监控 而保安却疑惑地问道 你们不是早就来问过吗 监控坏了 什么都没有 听到如此答 李昂直接脚底抹油 向公寓跑去 看来监控是指望不上了 那就只能抓紧时间 自己一层一层地检查了 30分钟的时间 车得抓紧啊 冲到公寓内 看着电梯旁的楼层指引 这里6楼以下都是商户 以上才是住户 那位失踪的老婆婆 上面写着有轻微的精神疾病 所以非常有可能是去 5楼的康复中心 时间紧任务重 先从楼梯开始 一层一层检查一下 灵体的痕迹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量 直到冲到了6楼 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而6楼从楼到内的环境 可以判断出 这一楼层的用户 很久没有回来居住 直到此时 李昂已经感觉猫眼酸涩不已 精神力也没剩多少 这样的情况 自己可不会不佑神的后尘 回家的多做几次严保健操 现在来看 各楼层的商户都在营业 而住户方面 6楼的住户 应该是因为常年不回来 怕有人误寓 所以私自在电梯口 加装了特闸门 把电梯封上了 除此之外 就没什么了 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一切都明白了 把所有的信息串联起来 就能够得到结果 指向一种可能 本应该去5楼疗养的包方田 去7楼找女儿 结果变成痴呆的老婆 他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不小心按道了 无人存在的6楼 5楼疗养院没有接到包方田 楼内也没有监控 证明他来过 所以家人就认为 是在路上失踪的 但是具有轻微精神疾病的包方田 很可能不小心按错了楼层 便再也没有离开过 被困在了6楼住户 私家的铁闸门与电梯门之前 而他又恰好无法勾到 铁闸门外的电梯按你 呼喊声 又被沉重的水泥隔绝 加之这楼的商户 生意普遍都不是特别好 来往的人 更少 其实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也会认为是电梯老旧造成的 所以就这样 包方田在这夹缝之间苦苦煎熬五日 之后死于脱水引发的多器官衰竭问题 随后又被按错楼层的老伯看到 惊恐之下 又被包方田谈存的怨念所影响 从此失了志 哎 又是一场人间悲剧 查明真相定度100% 常规任务夹缝之间已完成 奖励结算中 普通品质随机物品乘一 已发放至玩家物品栏 请查收 看来 系统发布的任务 不都是战斗番 还可能是推理番 道具名 电脸道具 类型防具 品质普通 防御力微弱 特效一戴上时 会随意刻印面具图案 特效二戴上时 佩戴者可选择增强或削弱 自身在他人眼中的存在感 装备条件一佩戴者 拥有生理解剖学上的脸床 装备条件二 智力属性大于等于五 感知属性大于等于六 备注 方向式掌门雄蹄 防钉四目 悬一来长 直戈阳盾 帅百利而石挪 以锁势趋翼 随意变化面具团 还能控制存在感 那这面具可是神器啊 可以轻松刺杀 潜伏 隐匿 窃听 甚至光明正大偷窥 那么 我不做人了 Jojo 快来看 这里有一名手工达人 跟他比起来 耿哥都略训一筹 哎呀呀 长时间不做 都手生来呢 以满足条件 成为玩家240小时 剧本任务模块已开启 任务类型 剧本任务 人物名饥饿极限 任务目标消灭 尹山村僵尸01 任务时间限制三小时 任务奖励一除消灭任务目标外 奖励额外经验值 任务奖励二游戏B200点 任务奖励三 稀有品质随机技能卷轴乘一 下一秒 李昂的身体开始虚化 传送开始 任务地点 尹山村 悠悠睁开眼的李昂 看着自己手中 一副扑克牌吗 面前还有两个青年 三人斗地主 这就是剧本任务 任务目标是消灭尹山村僵尸 玩家可穿着装备 使用物品 释放超凡力量 大部分猎奇行为 均不会引起土著居民的困惑 简而言之 这里叫做尹山村 身后是一口棺台 而面前 左边的叫做缝铁甲 右边的叫做缝铁椅 那我不会叫做缝铁饼吧 这样想着 对面的铁甲开口道 合计啥呢 该你出牌了铁锤 哦 好的 我看牌呢 原来我叫缝铁锤啊 666 我明白了 现在来看 剧情模式下 就应该像角色扮演一样 这些人眼中 我就是缝铁锤 接下来收集收集情报吧 三人斗地主开始 缝铁棍那个混球 他老娘躺在这里 他倒跑城里去了 害得村里派我们守夜 真是越想越气啊 算了 他也是去县城半病丧症 我呸 他娘活着的时候不管 死了还能管 再说了 他老娘就是被他活活饿死的 别说了 别说了 打牌吧 如果这样说的话 身后那口棺材 就是被饿死的铁棍老娘吧 现在来说 应该变成僵尸了吧 到我了吧 王炸 起手王炸 铁锤 你啥牌啊 敢这么出手 我还有十七张牌呢 有种你秒我 你要是秒了我 我把牌吃了 下一秒 炸弹 飞机 完事了 秒杀 吃吧 打脸总是如此突然 铁甲剑如此刚准备检查检查 里洋是不是出老尖 下一秒 他的表情却一字 因为面对这棺材的他 居然看到棺材盖 被缓缓推开 事实证明 是出反常必有妖 当才还跟你骂骂咧咧的朋友 下一秒就要去给你吃点好吃的 那么一定有问题 看着扔下一句马上回来的二人 其实里洋已经听见了深厚的动静 哎 其实你挺可怜的 被亲生儿子活活饿死 死后还不得安息 真是造孽啊 已经变成僵尸的老太太脚尖一点 随着一声尖叫 锋利的爪子直接向里洋袭来 而里洋一手直接探入系统空间 一阵摸索 还好啊 小爷未雨绸缪 提前在系统商城购买了这把神器 762口径子弹 加上1980具枪口动能 就是猛马像也没法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毫发无损 遇到僵尸怎么办 里洋告诉你 来一梭子再说 这么近的距离 就算是猛马像也得流血受伤 可是随着子弹的倾泻 里洋震惊地发现子弹居然都悬停在了空中 仔细看去 居然被一根根白毛给绑在了空中 六啊老铁 我就说不应该这么简单就给你拿下 还好我是一个热爱手工的动手青年 尤其擅长做一些防身工具 蹦的一声 双管猎枪直接蹦掉了僵尸老太太的一只眼睛 嗷嗷怪叫下 这一道攻击是生效了 下一秒僵尸老太太脚下用力 刹那间就已经来到里洋面前 如果反应再慢点 这一击绝对给里洋来一个懒腰阶段 这速度太快了 随着几个翻滚稳住身形 要开自制一拉罐炸弹 直接抛了过去 看着空中的奇怪物体 僵尸老太太下意思地直接一把接住 而里洋早已跑到安全位置 下一秒 一道小型蘑菇云出现 剧烈的爆炸后 里洋探出头去 居然发现僵尸老太太没有死 而且被炸坏的身体 居然被身上的白毛一扁扁地修复 稀奇看去 那些白毛居然变成了黑毛 不是吧 难道是进化了 而此时的僵尸老太太 眼睛似乎更加具有灵动 贴了一眼里洋 居然没有上前攻击 而是脚下一用力 直接窜出了房间 跑了出去 等里洋追出来 对方早已没了身影 这任务有点难啊 子弹打不死 手榴弹炸不死 这还升级了 要是再次进化 拿啥打呀 正当里洋思考的时候 身后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 原来是铁甲跟铁蚁带来的群名 盼着来的如此及时的群名 里洋不禁吐槽到来的真是时候 如果刚才来 那就都是送死 下一秒 里洋突然灵光一闪 强如我这样的天才选手 通关都如此难 普通人要怎么办呢 系统里写的是消灭尹山村的僵尸 但是并没有指定是老太太僵尸 或者是黑僵一类的 因此 完全可以让这帮村民去送死 然后人为制造一只僵尸 等他事变以后 直接干掉他完成任务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有必死的任务呢 当你穿越其他世界完成任务 而现在面临的选择 是选择拼命打到大BUFF 争取最高奖励通关 还是选择牺牲土著世界若干条性命 然后保底通关的通 聪明的里洋分析出两种通关方式后 开始权衡利弊 保命的通关方式 一定评分很低 奖励很普通 这样投机取巧的方式 在未来难度升级的副本下 自己一定会渐渐地跟不上脚步 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 身后的铁甲见里洋没搭话 追问到老太太僵尸往那个方向跑了 见里洋手指的方向 铁甲下意识地说道 这是往城里去了 听到僵尸老太太的方向居然是城里 里洋直接夺过身边的摩托车 加紧油门追了上去 老太太已经变成了僵尸 正常来说 僵尸及天地怨气会起因气而生 以怨增为力 血肉为食 不会怀有生前的任何记忆以及感情 根据九叔所说 僵尸会吞噬至亲血肉 如果这个设定是真的 那么现在 他儿子就是最危险的 而此时 从县城回来的铁棍正开车小汽车 哼着小音乐 丝毫看不去自己老娘死拉的悲伤 突然 自己从反光镜中看到一个身影 自己看去 居然异常熟悉 正是自己已经去世的老母亲 只见僵尸老太太直接一个飞跃 抓着上面的树枝 荡起身体 响得一声撞在了车上 直接将汽车掀翻在地 铁棍也直接被摔了出来 扭过头 看到一步步靠近自己的老娘 铁棍慌张地叫道 娘啊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你的铁棍了 明德儿啊 娘啊 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 最难的时候 你饿出胃病也舍不得让我吃不饱 娘啊 儿子不是故意饿死你的 实在是儿子那几天赌晕太旺 才没顾得上回家管你 娘啊 你已经卧病在床了 你也不想再拖累我对不对 娘啊 你最疼我了 不会怪我对不对 此时的僵尸老太太 神情好像充满了悲伤 这一声声娘似乎真的唤醒了 本不应该存在的理智 看着张开的怀抱 铁棍脸上出现了笑容 娘 您这是原谅我了吗 我就知道 娘 你一定会原谅我的 就在铁棍放松下来的一刻 一阵剧烈的疼痛感传来 僵尸老太太的拥抱顿时变得更紧 再越小 下一刻 他已经口吐鲜血 死在了僵尸老太太的怀抱下 不孝子 最终还是死在了自己老娘手里 此时的僵尸老太太 独眼散发着幽光 张开血盆大嘴 就要砍下 而李昂此时站在山坡上 开口到人死万事消 都死了 你就别吃了 大仇一报 你也上路吧 看着打断自己的李昂 僵尸老太太缓缓站起身来 脚下一用力 顺着石壁向李昂追来 看着身后不断逼近的僵尸老太太 李昂没入系统空间 既然打不穿了你防御 但是作为僵尸 小爷就不信你不怕火 来吧 尝尝我自配的没落托腐燃烧瓶 火之呼吸 燃烧瓶 随着燃烧瓶破裂 火焰直接吞没僵尸老太太 然后下一秒 火焰居然尽数熄灭 原来是毛发抽离出体内的液体 直接灭掉了火焰 不得不说 这实力比想象中强多了 不过没关系 趁你病 要你命 吃我一剂开山火 一副批下 僵尸老太太直接举臂格挡 剑斧子被格挡住 李昂直接抽出散弹枪 引在胳膊下面 子弹打不穿没事 我给你加点冲击力 两者夹击下 胳膊直接搭了下来 而李昂趁机抽取斧子 直接向僵尸老太太的脖子砍去 乃至就算如此 僵尸老太太居然脖子一缩 直接夹住了斧头 随后更是一抓向李昂的肚子掏去 没有办法 值得用散弹枪格挡 然后借力向后退去 装备消耗得差不多了 现在只剩下射钉枪了 工业级射钉枪 连20毫米的混粘土 甚至钢槽都能穿透 虽然不少钉子都射了进去 但是一轮射击完成 子弹打空了 对面的僵尸老太太居然还没倒下 而随着攻击停止 黑毛居然又一次开始修复身体 这么下去 不会又一次进化吧 不行 弱点 得找出弱点 突然 李昂回想起 刚才见到铁棍的时候 僵尸老太太确实神情一致 直接如法炮制 坐在地上 把铁棍的词 又说了一遍 李昂回想起 刚才见到铁棍的时候 僵尸老太太确实神情一致 直接如法炮制 坐在地上 把铁棍的词 又说了一遍 乃至这一次 僵尸老太太根本没有停下脚步 直接一掌袭来 唯一的武器 也就此报废 机会只有一次 猫眼幻想发动 随着能力的发动 铁棍小时候的身影开始出现 一句句娘啊 我饿呀 让僵尸老太太停住了身形 双眼更是流出道道血泪 爱之深 恨之怯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上路吧 冰 击杀影山村僵尸 剧本任务饥饿极限已完成 奖励结算中 剧本任务已完成 奖励一除消灭指定目标外 额外奖励经验值50 奖励2游戏B200点 奖励3C有品质随机技能卷轴乘1 已发放至玩家背包栏 玩家整体表现 S加 获得的游戏B以经验值提升至160% 看着系统奖励以及评分 庆幸自己没有卖村民通关 要不然收益便逼 自己迟早被淘汰 没有直接离开剧情 而是显示10分钟之后开强制传送 那么这个时间 肯定是留给玩家舔包的时间了 来吧僵尸老太太 为我贡献你的身体吧 搞完尸体后 李昂传送出了副本 在剧本里花费了将近3小时 而现实时间并没有变化 自己现在升级到了3级 而且还得到了一个大收获 技能卷轴 技能名称 肾上限速激活法 主动刺激神经 触发肾上限速分泌 消耗体能50% 无冷却时间 这可是相当实用的技能啊 这不就是随身兴奋剂吗 肾上限速 激活 随着技能发动 一股力量直接灌溉全身 力量暴涨 李昂不禁感叹一句 果然了果然 甚好 才是真的好 你跟妹子约会 会选择什么地方作为约会地点 我们的李昂居然选在去寺庙约会 关键妹子还欣然接受 而李昂还在吐槽 本来打算带妹子去全智能殡仪馆 可惜没约上 班长一把接住李昂的雪糕棍 吐槽到谁会跟你去殡仪馆参观 这里好赖还能拍点照片 李昂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 经过昨天的剧情副本 李昂意识到 未来将会有很多东西 是物理手段无法解决的 而这个寺庙还是本是历史最悠久的 但李昂发动猫眼 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具有灵力的物品 就算戴着面具 偷偷观察那些僧人 也没有发现具备特殊能力的情况 他玩家搜刮完毕 还是这个寺庙压根不给力吗 颓废的坐在台阶上的李昂 眼前突然一亮 一个平安符出现在自己眼前 王从山面带微笑的说到 这是专门给他求的平安符 听说非常灵验 见此李昂的第一反应是直接站起身 表示自己可是 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不信仙鬼神魔 嘲笑一切牛鬼邪神 王从山却嘲讽道 也不知道是谁成天关注各种故事传说 你还是留着吧 看着手里好像很普通的平安符 李昂发现 这上面居然存在微弱的灵能 下一秒直接拉住王从山 表示自己现在感觉自己非常平安 求带领自己 见见给平安符的大师 一脸不爽的王从山 还是非常宠爱李昂 指着前面被几人为主的一人 说到就是他 听说好像叫做惠禀大师 看着面前颇为俊秀的年轻大师 自己眼中看去明明没有任何灵能反应 那么他的平安符 是如何做到存在灵能的呢 就在李昂没搞清楚的时候 身后突然出来一道声音 之间一个穿着制服的男子 拿着喇叭说到这里天然气泄露了 需要大家紧急撤离 听到消息王从山愤愤不甘的说到 最近实属水秘 各种不顺 而李昂却注意到 疏散群众的人员正在跟惠禀大师交谈 而旁边的面包车 却明显下沉严重 上面一定拉着很重的东西 看来 这里有猫腻啊 你的青梅竹马式的逗逼 但你依然对他不离不弃 可能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看似逗逼的外表下 有一个温暖的心 给王从山留下一张纸条后 李昂直接跑路 躲了起来 准备看看到底有什么秘密 只见刚才的面包车上 被几名工作人员抬下来一个担架 担架上似乎盖着什么东西 突然担架居然直接断裂 一名工作人员更是被压在下面 见此众人连忙发力 这才将人拉出来 而担架上面的 居然是一个奇怪生物的脚掌 此时更是散发出阵阵黑气 躲在角落的李昂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奇怪的东西 只能说出一句卧槽什么东西 然后紧接着 慧禀大师走上前 说到接下来交给他就好 然后只见慧禀大师一声爆喝 身形拔高 全身肌肉瞬时间暴涨起来 直接撑破袈裟 抓起奇怪脚掌 扔进了熊熊燃烧着火焰的佛塔中 随着火焰燃烧 里面更是传来一阵阵怪叫 做完这一切 慧禀大师也恢复到了正常体型 表示邪罪已经净化完毕 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后 也解释道 根据医学会的分析 在前华路下面的干尸 应该是在宋朝就已经灭局的妖兽 明为山霄 听到如此信息 李昂也明白了 之前在前华路感受到的气息 就是这个明为山霄的干尸散发出来的 下一刻 慧禀大师突然回头 李昂紧忙躺起来 看来被发现了 慧禀大师向李昂的位置投来淡淡微笑 缓缓向李昂走来 就在快要接近的时候 系统提醒突然传来 慧禀大师也未前进 新的任务来了 而看着同样停下脚步的慧禀大师 李昂猜测 这和尚可能也是玩家 剧本任务 团队 任务名 孤寒院 差点被发现的李昂 被突然发布的任务所救 经过预先准备 传送到了新任务 孤寒院 任务类型 剧本任务团队 任务名 孤寒院 任务目标 孤寒院内存活7天 任务实现 7天 任务奖励1 额外经验值200点 任务奖励2 游戏第400点 任务奖励3 稀有品质随机物品X1 任务奖励4 稀有品质随机卷轴星号1 传送时间 17点 晚上5点1到 传送准时发动 看着身边的几人 李昂开始分析其了队友 首先这一位 国字脸 身材壮硕 冷静刚毅让人不禁响喊一声报告长官 再说这一位 面向老程 额头宽阔 眉毛上调 眼睛较小 两铁小胡子 全身上下透露出一股油腻中年的猥琐气息 神似甜薄光 然后看这边 身材高挑 容貌娇好 却有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淡漠 简言之 冰山美女 最后这位 面容清秀 身形消瘦的修行员 这始终恰到好处的笑容让人背后一寒 你有点眼熟啊 除了我大家都没戴面具 估计是系统对玩家做了样貌微调吧 此时 甜薄光深吸一口烟冷哼一声 指着李昂大骂起来 你这是猴脸小子 谁要听你介绍一遍每个人呢 我们不会自己看吗 还有 老子哪里像甜薄光了 原来李昂刚才是张嘴直接吐槽 那个不好意思了 我这不是觉得大家太压抑了吗 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古代 太兴奋了 此时国自连打原场 说道 猴脸小弟说的也对 增围确实有点尴尬 既然是团队 那么就是战友 我来打飞样 先公开系统信息吧 毕利千任 行何仇 等级6 本人擅长近距离格斗以及紧急医疗 大家可以叫我老行 这擅长的技能这不明显是个军人吗 信息公开后 别人并没有继续公开 而田薄光大概是因为 李昂对他的评价耿耿于怀 对李昂说道 咱们在院外侦查半天 连门都没赶进 要不你先进去试试 这位猴脸雇佣兵老弟 没等李昂搭话 老行直接上前 表示自己开路吧 随着大门缓缓打开 李昂的猫眼突然看到一只鬼手 从孤寒院的牌匾上伸了出来 缓缓地向老行抓去 可是在场的其他人 居然都没有反应 难道是他们看不见 原本一马当先准备开门的老行 却对意外出现的鬼手毫无察觉 见如此 李昂突然一声爆喝等一下 原本就紧张的众人 直接进入战斗状态 而刚才的鬼手却已经消失不见 一脸蒙圈的众人 看向李昂 老行问道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而李昂却一脸单纯地说道 大家别紧张哈 我就是想跟老行你说一句你真棒 然后我也要公开信息 介绍自己 这操作给田薄光直接干崩溃了 对着李昂又是一轮输出 大家好 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雇佣兵美猴王 喜欢唱 跳 rap 说到美猴王 今年下半年非洲军阀混战大电影即将开拍 我将继续扮演美猴王孙悟空 努力创造正能量的艺术形象 文体两开花 弘扬中华文化 李昂被一顿胡扯直接引来田薄光一顿狂喷 你倒是介绍点特长啊 而李昂则装傻冲愣道 自己脸特长 田薄光直接无情揭穿李昂 别他妈平了 你还能有我脸长 算了算了我也公开吧 多情剑客 断理疯刀 你们可以叫我小刀哥 好的田薄光 冰山美人名为柳无带 等级四擅长用功 在下修行之人 慧禀 有点力气 这不就实锤了吗 慧禀大师 他来在静安古寺的时候 他突然停下脚步 也是因为接到了任务 就在刚刚介绍完之后 院内突然传来一阵阵女人哭泣的声音 下一鸟院门直接打开 一阵阵阴风扑面而来 看来 里面的东西 再让大家进去 众人见如此场面 便商量起来 里昂坐在台阶上 分析道 刚才传来的七厘哭声 一定意味着这个寺庙 曾经发生过什么 而系统让我们在寺庙里生存七天 那么能否生存下来 肯定跟那个七厘的哭声有关 所以弄清楚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们才能知道如何生存下来 因此我建议 接下来安排一人在院中生活 然后其他人探索一下寺庙 再在院中集合 然后 点火的火就安排给了田薄光 此时田薄光一连不少 自己可是等级五的存在 居然被安排收集点火的工作 独自坐在院中 看着升起的火堆 田薄光突然想到一个常识 那就是落单的 一般都是被献祭的 不想还好 这一想 直接一阵阴风吹来 前方地下有什么东西 直接突袭而来 下一刻一个鬼手 直接从地下窜出 火堆直接被打散 被偷袭的田薄光一连不少 直接一刀劈出 那只下一秒鬼手 突然入蟒蛇一般缠上了田薄光 鬼手直接按住面门 越来越近 照这样发展下去 结果就是全身骨头被碾碎 开局就要阵亡一人吗 俗话说 落单的都是被献祭的 被安排点火的田薄光 如预料一般被鬼手袭击 随着越来越紧的鬼手 田薄光的刀 也缓缓落下 就在下一秒 田薄光脚尖一点 刀重新回到手中 然后狠狠地向地上刺出 鬼手痴痛下 直接放开田薄光 缩回了地底 见鬼手要逃走 其他几人突然窜出 暴喝到哪里逃 老行手持方天化戟 直接一发冲击波打出 而惠炳也是用力拍在地面上 可烟雾散去 鬼手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田薄光此时一脸愤怒 狂吞到猴脸小子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当诱饵 老子差点死掉 要不是老行极力阻拦 估计此时已经上去给李昂几刀了 见此老行急忙解释道 李昂不是故意让你当诱饵 他知道你懒得去找东西 所以才拜托你生活 并且你作为等级舞的玩家 也不至于直接就崩了 并且这才第一天 危险应该不会太大 而且李昂还特意叮嘱 你这边一旦有声响 要立即支援你 听到解释后 田薄光也不说话了 李昂委屈地撅着嘴巴 一脸不可置信的田薄光询问老行 这猴脸小子没想害我 而且还担心我的安危 老行则直接肯定他的想法 毕竟李昂只是因为等级低 所以希望别人陪他找东西 话说 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 解开误会后 众人重新坐在一起 田薄光也问到李昂 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鬼手的存在 一瞥之后就没有再出现 所以还是决定先寻找 可以对付鬼怪的东西 看着旁边的盒子 田薄光拿出里面的物品 准备看看是什么东西 能够对付鬼怪 打成想翻开以后 里面都是各种账目 哭该呀 你这个小子 这不就是账本吗 这东西能对付鬼怪 缓缓拿起账本 李昂说道 花会凋谢 草会枯萎人会撒谎 线索会泥灭 但是账本的数字不会骗人 就因为这些账本 我大概猜出那个鬼手主人的身份了 别动 给我两分钟 还你一份快乐 这个骚年 仅凭一本账本 就推断出鬼手的身份 根据李昂的推断 五人来到了观音大殿 随着李昂一阵摸索 最后居然在佛像下方 发现了一条密道 众人排队进入 此时产生一个未解之谜 就是通道里的屁 究竟是谁放的 钻过狭窄的密道 众人发现 这个密道居然直通僧人的禅房 而这也证实了李昂的猜想 随后众人在寺院附近开始挖掘 不多时 居然完成了拼凑出一副白骨 看着面前的白骨 李昂表示看着骨骼 就知道死了有三年 而且还是个美女 身材也不错 田伯光表示拉倒吧 这也能看出来 而下一秒李昂并没有多解释什么 而是拿出燃烧瓶 高声说到来一个火之呼吸 咱们任务就完成了 随着燃烧瓶缓缓落下 鬼手果然出现一把握住燃烧瓶 众人见此直接摆开阵势 而李昂却一反常态 高声制止住众人 女鬼也缓缓从地下钻出 看着渐渐显露身形的女鬼 果然如李昂猜想一般 很美 然后身材也不错 看到完全出现的女鬼 田伯光问道 你不让我们出手 是有收拾她的方法吗 李昂则自信表示当然 可下一秒 李昂居然走上前 在下李日生 敢问姑娘方明 扑盖呀 你个猴脸小子 谁让你上去搭讪了 这个问题给女鬼也懵懵圈了 看着李昂表示我的身份 公子应该知晓了吧 好吧 那本公子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柴翘翠 柴大小姐 方圆百里求子灵验的孤寒寺 求子的真相 居然是僧人强上性宜 柴大小姐出生在官宦世家 柴家 他母亲是一记花魁 因为 怀上了他才被赎身 但母女二人经常受到大夫人欺辱 当刚成年 就被强行婚配 嫁给富商贾家二公子 可这个二公子早已被九色掏空身体 早已经无法留后 但贾柴二家为了巩固利益 要求柴大小姐必须生子 当时郭寒寺求子特别灵验 柴大小姐便被送于此 郭寒寺求子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姓女必须在观音大殿 单独待一晚 可是人不会想到 郭寒寺求子的真相 居然是寺庙的僧人 通过密道 半夜潜入大殿 强行便无女子 在那个时代 封建礼法下 失了清白的女子 怎能说出真相 僧人们屡屡得手 可这一次 却没想到碰到了柴大小姐 不敢受辱的她 直接自尽在观音大殿内 僧人们见闹出人命 为了防止事情暴露 便直接把柴大小姐分尸掩埋 因此柴大小姐怨气难消 搅得院内弟子 都得了失心疯 一众弟子居然在巡查御史面前 自暴行径 可顾寒师虽然被彻查封院 但贾柴两家为不不让家族蒙羞 拒不承认柴大小姐来过 最后冤居未深 诗海也不得安葬 听到李昂居然将自己身世 全部娓娓道来 柴大小姐不禁表示佩服 李昂则来了一波商业互捧 表示柴大小姐乃真杰猎女 您有任何未进遗址 尽管吩咐 那只下一秒 身旁的田伯光突然发难 一箭刺出 李昂紧忙用铁锹横荡 此情此己 看得柴大小姐一脸蒙圈 而田伯光直接怒吼道 猴脸小子快起来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而且刚才还差点弄死我 见此李昂并未躲开 而是直接开口询问老刑的意见 老刑冷静地发现 刚才柴大小姐受的伤 已经完全恢复 如果真的火拼 估计也容易两败俱伤 并且这次任务 应该不会如此简单 那么李兄弟 你怎么看呢 见问题又抛了回来 李昂直接抓起柴大小姐的小手 说道 在我眼中 柴姑娘十男女中豪杰 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 伪君子强得多 我觉得应该听听她的诉求 见如此 柴大小姐红着脸 表示那我便说了 乌寒是诸多恶徒虽已扶诸 但守恶主魔王冠 却假死脱逃 而且那王冠并非人类 而是名为山霄的妖鬼 快来看 这个女鬼 居然要上李昂 没想到柴大小姐的最大的敌人 居然是山霄 李昂通过询问众人 发现任务开始前 众人或多或少 都与山霄发生过接触 见众人居然都表示 接触过山霄 柴大小姐继续表示 山霄煞气极重 寻常魔物进不来她的身 就算我怨恨南霄 也只能等待机会 如此 李昂再次问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山霄 是否在姑寒寺 而结果也确实如此 柴大小姐表示 七天以后 山霄会回来举办群妖宴 到时候就是杀她最好的机会 现在的情报 让李昂也明白了全部问题 柴大小姐之前 并不是要杀了众人 而是试探众人的实力 而被试探的填薄光却最方案 扬言我们可没答应 要帮她杀山霄 可柴大小姐却表示 如果成功击杀 山霄的各种法宝自己都不要 见前眼开的李昂 直接就要张口同意 却被田伯光一把捂住嘴 表示商量商量 现在田伯光是最想干女鬼的 而且此时还对李昂不太相信 毕竟用过账本 就推断出女鬼身份 属实有些不寻常 见此 李昂表示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小子我从小就博览群书 博文强记 各种历史故事 烂熟于心 扑盖呀 你给猴脸小子 老星也紧忙表示好好说话 李昂也收起了笑领 表示其实自己曾经读过野史 并且通过账本 大致推断出现在的年代和背景 就想起来书中 贞洁烈女柴醉翘的事迹 再结合蛛丝马迹 和真的挖出来的事故 让我确认野史中 这个事件的真实性 至于所谓的情妖艳 书中倒是没有提到 不甘心的田伯光 直接对众人开始游说 表示搞不好女鬼 已经是山霄的手下了 不能轻易相信啊 而李昂也直接询问起老星的看法 老星则表示 现在看估计怎么做 也不能避免跟山霄接触 倒不如先跟柴姑娘合作 换取几天的平安生活 到时再做打算 而李昂想的更加直接 七天以后 我们看看山霄的实力 根据实际情况 决定是和柴大小姐 一起击杀山霄 还是出卖柴大小姐 与山霄和平相处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呀 好像在说我是个老阴币一样呢 众人回到柴大小姐身边 而此时柴大小姐 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百妖艳上 可能有可以识别我的妖怪 所以为了防止暴露 小女子希望藏身与李公子体内 遮蔽气息 跟鬼怪合体过的都知道 第一次都会有点疼 但挺一挺就好了 众人同意跟女鬼合作 而女鬼居然要进入李昂的身体 对这个提议 最先反对的居然是田伯光 李昂哈哈一笑 表示老哥这是爱我吗 田伯光紧忙表示 你可拉倒吧 你实力最差 如果被他害了还得拖累我呢 而老星也表示 人鬼殊途 已经他里面 多少有点不妥呀 可没想到一只无话的惠笔居然插嘴 表示万法原生 极其缘分 我觉得未尝不可 而柴大小杰为什么会想附身呢 李昂猜测一方面 确实为了隐藏气息 另一方面可能是想通过我 制约团队 但他可能要失望了 随后拉过田伯光 表示放心 山人自有妙计 随后撅起屁股 是来吧 我已经打开通道了 众人吐槽 你呀的是啥造型啊 柴大小杰表示 那里公子 小女子就进来了 可就在下一段 李昂直接发动猫眼幻想 而柴大小杰直接呆立在连壁 不错 猫眼可以生效 如果他有歹面 我也可以反制 解除幻想后 柴大小杰再次上前 表示我进来了 随后从身后抱住李昂 身体居然开始缓缓 融入李昂的身体 此时二人的融合画面 给其他众人看得头皮发麻 这特末是个什么生物啊 特苏鲁吗 为什么会融合成这个样子 因为此时的二人 精神世界彼此交谈 李昂表示 柴大小杰上我的身 真是想制约团队吧 但是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我只是一个小角色 你看 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听我的指挥 但是真正掌权的 是老刑 我的分析之所以被采纳 都是因为跟他的决定相关 而且队伍里还有一个会比 跟他就是一伙的 因为他们俩 在现实中 就彼此相识 老刑是官方的人 他俩早就认识 那么另外两个人呢 也知道了吗 你认为 独狼会与背后有强大组织的玩家作对吗 田博光杂杂呼呼 但只对我一人 而那个冰山美人 公开信息的时候 直接自爆姓氏全民 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柳家 是名门贵族 就是告诉在座的 别碰我 别惹我 而官商向来有勾结 一旦产生战队 他会站那边呢 所以柴大小间 还是别想控制我了 好好融合 我并会帮你击杀山霄 那么李公子 你同意我故身 又是为何呢 跟女鬼合体过的都知道 身上多长出来点器官很正常 比如这个小伙子 现在身上就多了个女鬼脑袋 然后居然直接按了回去 李扬跟柴大小结合体以后 明目张胆的摇耳朵说悄悄话 这个行为让田波光一脸不爽 不带啊 猴脸小子 你俩别仗着合体 就不停说悄悄话 有本事大声说出来 挨压刀哥误会啊 我跟柴柴只是讨论 怎么对付山霄 对吧柴柴 别他妈冲老子笑 太他妈甚人了 你们能不能好好融合 好的 问题不大 看我操作 搞定 依然是帅气的我 老行也问到感觉如何 李扬表示某问题 透新凉 新飞扬 果冻我要喜之狼 根据柴大小姐的情报 众人来到了地下酒窖 这里的酒都是山霄准备的 富含灵力的酒 等摆妖艳的时候 一定会来这里取 所以在这里布置陷阱 绝对有用 看这里是地下 而且还都是酒 所以用地雷最合适 你们谁带地雷了 不管是反步兵的反坦克的 碎片的 钢弹的 都可以 而说话间李扬全城都在挑着老行 田伯光直接表示 你说这些系统商城也没有卖的呀 除了军火贩子 谁能搞到啊 李扬则直接抱着肩膀 表示当然是某位不愿透露官方背景的行星玩家呀 见如此老行也公开了身份 自己的确是特事局的官方的人 听到老行表明身份 李扬一脸崇拜地走上前 表示大佬多讲讲你具体干啥的呗 一脸无奈的老行开头讲道 特事局是国家应对沙场游戏而成立的一线部门 不仅为了保护现实世界人们群众安危 也肩负着国家兴衰的重任 好了我不想听了 长官发地雷吧 不得不说 李扬你是真剑啊 老行出手扩挫 全部是M181 破刀反步兵地雷 还向好奇的柴柴解释道 这一个的威力 比他从地底突击出来强十倍 紧着着李扬边解说 边娴熟的安装地雷 娴熟到什么程度呢 就连老行都表示 你小子是不是经常掩埋地雷 看着准备去下一个地点埋地雷的李扬 老行表示 回去以后 必须从系统里好好查查李扬的身份 看着大殿外埋地雷的慧禀大师 之前在一老行反对合体的时候 是他站出来表示赞同的 便决定打看一番 来到身边 李扬表示 大师为何赞同我更柴柴和体呢 而大师表示 天机不可泄露 该有时 终有时 而且你带着我的平安符 安全着呢 原来惠禀也一早就发现了李扬的身份 只要这次不挂掉 山水有相逢 就这样 第七日 生存任务实现的最后一天 妖魔鬼怪 如约赴宴 之后为了打妖怪们一个出其不意 于是我们来到了山霄将会取久的地方 将反坦克地雷埋在了这里 在做好一切部署后 我们静静地等待第七日的到来 随着第七日夜晚临至 此时的寺庙已经热闹非凡 各种妖怪开始聚集在一起玩乐 直到王冠来到这里后 他们停止游戏纷纷化成了人形 开始向他拍起了马屁献上礼物 而这种献宝环节 持续了一小时 竟还没结束 见王冠迟没有取久 我陷入了交集 为了解决这种现状 我索性也献上了宝物 王冠见我奇装异服也来了兴趣 在下来自海外的土鳖群岛 听说中原无好酒 特此将此酒献给大师 此言一出在座的怪物十分愤怒 纷纷扬言让王大师 拿出好酒来对比一下 见状他也安抚在场的妖怪后去取酒 等他进入酒窖后 伙伴直接按下了起爆按钮 顿时一股强烈的震感传到了寺庙 等众妖出去之后 才得知酒窖发生了坍塌 一旁的我们期待王冠已经死亡了 但下一秒 他就毫发无伤地从废墟爬出 甚至保住了那些酒 直到寺庙宴亲打妖 直到众妖已经喝得灵丁大醉 王冠才笑着开口 好酒当然要配好肉下肚了 随着他的手向寺庙外一回 几只妖怪将一顶轿子放在了门外 等妖怪将东西取出 才发现那竟是活生生的人 此时王冠继续说道 这是我的妻子和我的骨肉 他们就是今晚的下酒菜 而当女人看清面前的人类都是妖魔 顿时吓得脸色大变 连忙跑到和尚的身旁呼喊 夫君救我 可和尚只是冷漠一笑 询问红娘掌握自己活婴炼丹的证据如何 本想留你一命 可你却如此对待为父 红娘见和尚如此冷漠 便说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你的亲骨肉 然而换来的却是僧人更大的孝声 哪颗丹药不都是为父的骨肉 正因如此要效才强 台下的重妖剑还有肉吃纷纷露出笑容 而一旁的我们神情大变却依旧忍住动作 因为首要的行动是先保全自身 另一边红娘见事情已成定局 随即拿出发簪想要赐死肚中婴儿 可和尚只是挥了一挥衣袖 就让对方失去了行动能力 随后便让手下妖怪抬出了炼丹炉 只见炼丹炉上充满了无数婴儿猙獰的面孔 他们纷纷想要逃出去无济于事 而和尚见一切都已置办妥当 才道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只要取出是婴儿加上你们的一滴腰血 就能炼制出百腰丹 紧接着从怀中拿出一枚丹药 在座的重腰只是闻剑丹香 体内的腰力就汹涌澎湃 随后和尚继续说道 诸位只要长年捐赠鲜血 我便能铲除丹药赐予你们 而对此重腰纷纷表示赞同 听从王大师的安排 见所有材料已经齐全 和尚便准备现场炼丹 念在夫妻情分 为夫就给你一个痛快了 只见一道名利的攻击朝红娘打去 可却在临近之时被一把长脊篮下 原来是队伍中的老刑实在无法忍耐才出手 抱歉了各位 把你们拖下水了 可其他队员没有一丝怨言 纷纷拿出武器准备开战 一旁和尚剑有人阻拦阴沉着脸 所以诸位 你们是要与我为敌吗 但没等我们几人开口 他就凌空撒下墨的 而那些墨的一接触地面 就变成了骷髅士兵 他们站在原地叙事待发等待命令 但一旁的几只小妖忍不住率先向我们袭来 可却被骷髅士兵尽数斩杀 其余的妖怪剑大师的士兵不分敌我 纷纷跑到殿外等待 见此一幕我的目的达成 随机也离开了大殿 同时和尚一声令下骷髅士兵开始行动 队伍中的剑客也不再忍耐拔刀出手 只是一瞬间 所有的骷髅被他一人全部解决 而他强大的实力就连和尚都连连称赞 不过接下来你还能起舞吗 和尚又将自己的妖力加重了几分 顿时间就压得剑客无法喘气 也就在剑客分神十一到零力的攻击接踵而至 好在老刑及时出手挡下了攻击 面对劲敌的他穿上了明光台 随机纵身一跃双拳猛然轰出 可强大的妖气却吸收了所有攻击 无法对和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雕虫小记也想伤我 只见他爆喝一声凝练出更强大的妖法 殿内也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凭空生出一朵云 然那云彩洒下的雨滴 仅是接触地面就造成了深坑 同时也向着老刑袭去 见他要被那雨滴淋上 僧人急忙出手释放金钟教抵挡 和尚见自己的攻击接连失效 随即想要释放掌心雷结束战斗 然而却被一道攻击拦住贯穿了双手 没等他反应女子又开始蓄力射箭发出一击 见无法抵挡和尚直接显出了本体 两只烂掌四名强敌 不过你们也就到此为止了 变成山霄形态 这也说明了他的妖气已经耗空 现在只求另一边了 而此时的我却还在店外做着什么 原来就在几分钟之前 见所有妖怪逃离现场我也跟了出去 并召唤出附身在我体内的少女 准备将那些吃过人的妖怪全部吞噬 为之后用来发动幻术提供所需要消耗的灵力 只见我召唤出八株魂毛开始蓄力 下一秒猛然冲到为首的白无常面前 在他没反应过来之时将他牢牢捆住 同时体内的少女出现开始吸收灵力 一旁见到这可怕景象的小妖纷纷想要逃离现场 可我又怎么让大餐跑掉 随后左眼凝聚幻术发动 那些妖怪就如鬼打墙一样原地转圈 此时他们就如同瓮中之鳖 我也到了开始吃正餐的时候 可就在我奋力吞噬灵力之际 大殿突然传出一声爆炸 紧跟着一个人影被震了出来 只见老行艰难地稳住身形说道 山霄已经受了重伤 现在地雷完全可以伤到他 可没等他继续开口 山霄已经破开大殿冲了出来 老行连忙事已被追赶的几人往这边跑 而等山霄踏入地雷区域老行连忙引爆 对他的身体进一步产生了破坏 现有效果 随后他又将剩余的几枚地雷引爆 只见接连遭受重创的山霄停下了脚步 他想要借助灵宝吸收月光恢复伤势 可我们又怎会给他机会 剑客挥出一刀打断了他 同时对中女人射出一剑击碎了灵宝 剑最后的仰仗没有他勃然大怒 举起手中缠仗猛然向他们砸去 好在僧人及时启动金钟罩挡下了这一击 此时的山霄已经奄奄一息 他们只需要躲在这里面即可 山霄见一时无法破除防御转而攻向了我 而这时的我早已做好准备 在躲避攻击的同时发动了幻术 下一秒山霄就陷入了幻术之中无法动乱 不过这竭尽全力的一击只能迷惑几十秒 于是我连忙拿出炸弹开始布置起来 而等他醒来之时我早已布置完成逃离此地 同时按下了起爆的按钮 就这样在一片火光中山霄结束了性命 结束完战斗后几人也离开了现场 就留下老型艺人回收尸体 离开的途中少女道谢帮他完成复仇 同时他还有个不情之情 询问我是否能收留他 想到自己孤身一人倒不如有个陪伴 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本以为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可三日之后一名老者来到这里 见自己的徒儿只剩肉血洒在这里 老者释放禁术开始凝聚他的血肉 只是片刻功夫单消就重铸了肉身 老者见他已经复原开口说道 王冠徒儿 走吧去复仇 家里住过女鬼的都知道 一旦掀翻女鬼饭晚 必定遭殃 李昂与众人配合 完成团队副本孤寒院 在副本结束后 更是收复柴大小杰 而根据柴大小杰所说 这个世界早就没了轮回之路 死去的孤魂野鬼 最后只会消散于天地之间 所以才会选择跟李昂走 就这样 单身青年李昂家里 住进了一个妙龄女鬼 而且还是一个爱看小黄叔的女鬼 来到现实世界的柴大小杰 已然成为了一名宅鬼 吃零食 看小说 刷视频 而李昂从任务中得到了一个新技能 基础呼吸土耐法 此法可以缓慢延缓衰老 并且能够通过波纹的形式释放出去 看来按照这个土内法修炼下去 可能产生所谓的内力 就这样 一人一鬼和谐相处 李昂修炼 女鬼刷视频 赵云池长枪 七进七出长板坡 毫不勇猛 长板坡红着脸交喘着球放过 不该啊 你这个女鬼听的是什么虎狼之词 小爷我还怎么修炼 第二天 王从山家里 李昂应邀上门修电脑 然后巧合的是赶在饭点过来 所以顺理成章蹭饭吃大螃蟹 而今天李昂才发现 之前处理老太太惨案时遇到的警官 居然是王从山的父亲 此时的王警官 就好像养了多年的大白菜 已经被猪惦记上一般 恨不得给李昂来一个全身按摩 正当气氛越来越胶着的时候 一阵门铃声传来 李昂自告奋勇地表示 开门的活就交给他 打开门后 发现是一名走错的外卖员 便关了房门回来吃大闸蟹 大菜刀一顿输出 还表示自己兼职猪肉铺 随身带菜刀很合理 可突然 李昂跟王警官神情一致 齐齐看向门外 下一秒两人异常默契地表示 去门外沟通沟通感情 出来以后发现隔壁敲门没有反应 而且门也锁上了 如此 李昂抽出太刀 看向大门 王警官会议 直接一脚踹开房门 而门后的场景 却让二人虎去一阵 只见整个房间里 墙壁上全是血液 杀过人的都知道 将头颅放在冰箱里 最有利于保鲜 原本国庆期间快乐吃螃蟹的李昂 突然闻到了剧烈的血腥味道 跟王警官踹开对面的房门 居然发现里面全是血液 而冰箱里面 正是一对夫妻的头颅 整个房间里充斥着浓稠的血液 王警官紧忙联系警察 而李昂此时再次接到任务 72小时的现实 看来凶手或者凶兽已经逃远了 随着警方到来调查取证 作为十大良好青年的李昂 直接提供外卖员的素描图 看着警方对这个恐怖事件的分析 李昂知道接下来靠警方 是没办法得到有用信息 因为这明显是杀场游戏的杰作 回到家里的李昂 开门就遇到恐怖女鬼的袭击 已经一天没有碰到手机的柴大小姐 此时急需滋润 见此李昂直接表示 跟小爷做个任务 回来就买手机 弄得柴大小姐脸红不已 当即表示要以身相许 等到晚上 李昂回到案发小区 通过自己的软件 破解小区的监控视频 很快 李昂便从监控画面中找到了有用信息 从六天前 被害夫妻只要一扔垃圾 十分钟之内 就有一名环卫工人收走垃圾箱 每次都是从南门离开 南门的路面有些泥土 而今天见到他 鞋子上也有泥土 总结起来 十分钟的步行路程 西面正在建筑过程中的路面 能毫不突然推着小板车 骑着垃圾带进出的居住场合 符合这些要求的 只有一个地方 小柴柴跟我出发吧 骑着大二八一路猛灯 最后来到了目的地 西南城中村 贫穷 破旧的集合体 繁华城市之下的落魄 看来没来错地方 因为这里的阴气浓郁的吓人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给贫困区之交的老师 居然是一个杀人恶魔 李昂寻着血腥味 来到了教室 而教室内的老师在学生散去之后 冷静无比地说到外边的朋友 进来聊聊吧 戴着面具的李昂缓缓地走了进来 开口便嘲讽道 如此可敬可爱的人民教师 身上居然有如此浓烈的血腥味 而后直接开门见山询问道 曾卫明跟汪芳妮夫妻二人是你杀的吧 见如此 男子也丝毫不慌张 大放成任 并询问其李昂的身份 特事局 你学会 还是金哥呢 而李昂缓缓抽出背后黑伞 老师不用管我是什么地方的人 你只要知道 你不幸地成为我的任务目标就可以 随后直接一击砸下 尘土飞扬 刻捉破碎 烟雾散去 老师早已经躲开 看着躲开的男子 李昂表示 你想叹我的底 就得拿出点诚意 我的眼睛可以看破一切虚妄 此时教师正以一种怪异的姿势卡在墙角上 阴瑟瑟地笑了起来 原来是神秘侧的玩家呀 那么我就让你看得清楚 这对夫妻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痛苦 随着教师的话语 面容顿时发生变化 只见一半的脸 居然是恐怖的伤疤 没有脸皮 汪芳妮跟我是青梅竹马 虽然她嫁给了曾卫明 但是我依然爱她 让她家发生火灾的时候 我一无反顾地进去救她 可你看看我得到的是什么呢 曾卫明抢了我的房都面罩 把我推进了火海了 李昂拿着黑伞指着男子 所以你就因为这个狗血的故事 恨他所以杀了他们二人 可男子却笑了起来 你说错了 我不是恨而是爱 就算他们毁了我的人生 我还是控制不住对方妮的爱 所以我帮助他们 摆脱了轮回的陷阱 这就是我对他们的爱 李昂震惊地看着面前脱下衣服的男子 两个肩膀上 正是曾卫明和吴方妮的面庞 而既能介绍也随着系统弹窗出现 看着弹窗内容 李昂直接表示 你以邪功囚禁二人灵魂 还说什么轮回陷阱 胡说八道 男子一脸爱惜地抚摸着肩上的吴方妮 悠悠开口道 六天前 我在副本里得到了一个老方式的怨魂 由此我得知了一个被医学会封闭的秘密 倒数第三场沙场游戏结束后 轮回崩塌 名副因斯消失不见 六道轮回已经平摆了几百年 取而代之的 不是人人死后都可以变成孤魂野鬼 而是统统被天地绞碎 以前轮回存在 走过奈何桥喝下孟婆汤 再来一世 你依然是你 可现在无数灵魂被天地碾碎 重新柔合成一个新的灵魂 这个灵魂不再是你 也不再是他 至此世间再也不会有你 我要带着我爱的芳妮 坚持到六道轮回再次开启 这是我给予我爱的人 最大的爱 李昂看着面前的男子 冷冷地说道 你让你爱的人 在恐惧和痛苦中死去 又囚禁灵魂 也只有你会认为这是爱 小朋友 这就是爱 而我 知道世人愚昧 不会理解我的恩赐 我给予他们的 是不求今生 只求来世 神气是人 神不渡人 我来渡 下世间阴气急剧 形成实质的飓风 仙脏屋顶 把李昂吹出房间 稳住身形 李昂不禁吐槽道 当初新手村 就给我安排精英怪 这是不是有点超纲啊 老师 物理驱魔哪家墙 沙场游戏找李昂 李昂根据系统任务寻找凶手 结果发现对方居然是一个纯爱战士 为了让自己所爱的人能有来生 居然将其灵魂囚禁 烟雾散去 飘在空中的男子犹如神灵将士 强大的力量 居然让天气都发生变化 但是面对如此强敌 李昂想起了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李云龙将军曾说过 一定要敢于亮剑 所以借我一击喧花板斧 首斧飞出 直接击中男子脑袋 却发出一声金属声音 男子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开口道 看到如此神迹 你还能出手 小子 你敢是不错呀 可抬眼看去 李昂却一气绝尘 迅速飞奔逃跑 搞得柴大小街忍不住吐槽道 你这逃跑的架势 跟刚才的亮剑精神也不符啊 李昂一边掏出手机 一边淡定地表示 八百里外丢个苦物都是算一战 我这怎么不算战斗了 说话间拨通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正是老星给的科室局电话 城北 洪库区 速来 具体情况还用我说吗 你看看这天气 最少等级七以上的玩家 一口气跑出去几百米的李昂 突然发现男子居然没有追上来 摘掉面具回头仔细看去 居然有很多光点在向男子挑去 那光点好像就是灵魂 男子漂浮在天空 不断汇聚灵魂 嘴上面念有词 洪库区的苦命人啊 你们这辈子无法翻身 下辈子更是没有来世 跟我融为一体 等到六道轮回重新开启 一起迎接新世界吧 万事皆虚 万事皆允 纵使化身为魔 我也要背负众人 脱离这尘世苦海 随着吸入灵魂 男子居然变身 而且所说话语 居然变成渺渺范英 范英入耳里昂身情一致 下一秒紧忙撤退 煞时间冷汗直流 因为男子明明是一副魔鬼样子 可刚才他绝对发出的是震震范英 自己居然差点就被蛊惑 这男的究竟是圣士魔 男子变身后 盘坐于虚空之上 缓缓念叨 火明约地藏 与武卓势中 人天地狱 常在化身 救度众生 命迷灾难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此话一出 更多的灵魂开始汇聚 男子身下 居然出现一朵黑色的莲花 恐怖的神圣 李昂看着男子的操作 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下去 彭库区估计就没有火口了 看来自己在特事局到来之前 只能先正面刚一波了 而柴大小杰却一把按住了李昂 表示自己只要一靠近他 影魂三都会狂颤 他是在太危险了 你就拖一挥吧 你绝对不能死 你还没给我买新手机呢 柴柴啊 我是不是应该感动一下呢 此时男子肩上了两个人脸 嘴里传来一句来来来 无数灵魂 受到吸引而被男子吸收 正当此时 砰砰砰的一阵枪声 一阵哒哒哒的枪声 子弹清闲 火烟雾散去 子弹全都拧去变形 被男子挡住 无懈的嘲讽到区区 打母弹也想伤害本尊 下一刻李昂稳住声起 又掏出一个RPG 无懈的说道 小爷今天就要试试 物理驱魔 我名叫地藏 今天是我最无语的时刻 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小伙子 居然火力如此凶猛 随着李昂一发RPG 射入地藏菊花之中 剧烈的爆炸 火光冲天 看着爆炸中心 李昂表示看来有点效果呀 烟雾散去 地藏虽然被炸去血肉 但是此时却在自我修复 不断愈合 看着李昂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地藏表示 看来得先超度了你 才能继续拯救棚户区的众人 李昂看着不断恢复的地藏 说到看来不能继续用火箭干他了 柴大小姐不解的问道 是因为对方生长出来的骨刺 可以抵挡伤害吗 李昂解释道 不不不 再攻击一次 估计他裤衩都会被炸飞 那样视频过不了神 这个世界就都没有了 男子冷笑一声 表示胡言乱语的小子 随后一脚踏出 李昂邪眉一笑 手中一按 碰的一声 没想到李昂居然还实现埋了地雷 随后就是闪电五连雷 作为一个弱小的萌星 我有火力不足恐惧症 所以我可从老星手里 渗来了不少装备 全是硬菜 看着李昂抽出的匕首 柴大小姐不解的问道 刚才的热武器都没作用 公子怎么还用上匕首了 柴柴 你没有发现吗 刚才的所有攻击 他都可以快速愈合 但只有一处例外 最开始的枪弹里 有一颗子弹是被我使用呼吸吐纳法 辅佐上去了波纹 唯独这颗子弹 破开了他的皮肉 无论他怎么愈合 只要内力还在 伤痕就不会消失 不过这种附着内力的子弹 我还不太数量 只成功了一颗 所以还得用匕首 不过柴柴 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此时的地藏被地雷群洗礼半天 血肉不断修复 使得他的样子害人无比 恶狠狠地说道 小子 无定化身修罗 将你挫骨扬灰 看着停止了爆炸 地藏表示 看来你总算没有火力了 下一秒 烟雾刚刚散去 李昂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地藏眼前 手中匕首 直接冲他的心脏扎去 匕首刚刚扎上心脏 地藏身上的血肉 煞时间如活了一般 直接夺过匕首 李昂紧忙向后跳去 夺过血肉的攻击 地藏不懈地看着 李昂说道热武器 对我都没用 你拿着小刀有什么用呢 可李昂却邪魅一笑 表示请看我这一招 失诚灭师父 不知道你 接不接得住 随着一声响指 李昂牵动外放附着 在地藏心脏上的力量 地藏煞时间神情一致 身体突然膨胀起来 就好像阳光下的泡沫 色彩斑斓 美丽耀眼 一碰就碎 注意看 眼前这个有点帅气的男子 刚刚还勇猛无比 可现在居然变成一个大皮球 李昂控制着外放出去的内力 让其在地藏体内乱窜 地藏的肚子都被李昂搞大了 最后在李昂期待的眼神中 地藏为了自保 直接张嘴吐出之前 吞入腹中的灵魂 被释放出来的灵魂 全都回到了各自的身体 而此时的地藏 身体血肉分离 嘴里恶狠狠地说道 小子 你坏我倒胎 毁无倒横 无必生淡辱血肉 愤怒变身的地藏 猛然发现 李昂居然又逃走了 一路狂奔的李昂跑到大楼中 跟柴大小姐说道启动必方案 这家伙吐出灵魂以后 连人形都不能维持了 直接变成了魔人 突然 身边的墙面开裂 下一秒已经魔人形态的地藏 直接破门而入 直接抬起膝盖 一发西撞打在李昂身上 强力的一击将李昂直接打飞 这一击让李昂藏在胸口的钢板 直接断裂 李昂紧忙借力调整身形 而刚要上前追击的地藏 却突然感觉脖子被什么东西缠住 没错 这正是柴大小姐的头发 看着只嵌入几分的头发 李昂知道魔人的身体太过强悍 靠柴大小姐的头发无法拿下他 但是 控制一时三刻还是能做到的 随后李昂将魅力附着在匕首上 脚下用力 高高跃起 冲着地藏的头颅斩去 老小子 给也趴下 眼见自己的脖子就要被斩下 地藏突然大喝一声 嘴出的声音 居然如巨龙的咆哮一般 这一声吼叫 李昂直接被震飞 匕首也脱手 技能名称 龙吼 脚械 当刚落地站稳身形 地藏便一拳砸下 李昂紧忙发动技能 肾上腺素激活 下一刻李昂的心脏剧烈跳动 强大的力量涌上全身 面对砸下的一拳 李昂直接侧身躲过 然后跳起来就是一脚 把地藏的脑袋踢得侧翻过去 而此时一变再次发生 地藏两侧的头颅居然猛然伸长脖子 一左一右直接给李昂来了两个大逼钩 啪啪打脸 而柴大小姐再次出手 更加浓密的头发控制住两个粗壮的头 紧忙开口到公子抓紧时间 我控制不了多久 李昂抓住时机 按着地藏的脑袋 拿出了一颗白鳞蛋 微笑着咬开了拉环 算你老小子不得运 小爷还有一个附着内力的白鳞蛋 你就敞开脖子 给小爷我好好享受吧 随着白鳞蛋投入 煞时间爆炸发生 火焰自体内喷涌而出 系统提醒也随之传来 消灭杀死曾卫明女汪芳妮的凶手 常规任务 封编之人已完成 奖励结算中 这个钢棍你有没有感觉眼熟 这个男人有没有一点熟悉 某位特级厨师的厨具 今天居然成为了武器 出现在了李昂的手中 被打倒的boss死前 都会做点什么呢 烟雾散去 李昂发现 地藏居然还没有断气 不由地感叹到生命力果然顽强 五脏六腑都已经毁坏 还能流着一口气 地藏此时黑黑笑道 真没想到 我会败在你这个不起眼的小子手里 不过我不会被轮回碾碎 我将会成为恶灵再活一回 然后等你成为孤魂野鬼 咱们再斗一回 哈哈哈哈 而李昂却说到按照你之前说的 我死后灵魂会被碾碎 可不会成为孤魂野鬼 小子 语言是有力量的 也被称为阎灵 当你知道六道轮回的真相 你的灵魂就已经变化了 不会再入轮回 五百年前 轮回消失的消息 风一般的传播 却让越来越多的人 死后不入轮回 鬼魂变形于世间 危机的时候 异学会出现了 对了 那个时候他们叫做方氏 他们以极其惨烈的代价 消灭了所有现存灵体鬼魂 并对世人封锁死后世界的消息 他们成了守夜人 誓死捍卫死亡的秘密 不娶妻 不生子 不封殿 不带宝冠 不争荣宠 尽忠职守 生死于私 从今开始守望 至死方休 而你 知道这个消息的你 也会被一学会盯上 所以 好好享受我给你的大礼吧 哈哈哈哈 下一秒 李昂直接一脚踩下 还不禁吐槽一下 boss死前怎么都那么嘴碎呢 而后 李昂听到声后传来一阵阵响声 就如港片经典桥段一般 所有事情都解决以后 有关部门就会闪亮登场 随后命令到柴柴 处理现场 收集战利品 不要留下任何能够让他们追溯的痕迹 做完一切的李昂 在远处看着高校运作的特事局 感叹到这就是另行禁止啊 作为一个向往自由的人 最不愿意跟他们有过多接触 回到家里 李昂煮起了泡面 泡面是垃圾食品 所以一定要补充点营养 还非常讲座的给柴大小姐也来了一份 然后就是刺激的盘点战利品的时候 看着系统的奖励以及评分 李昂分析到正常的套路 一定是等待客室局的到来 然后从旁协助击杀 而我的操作 让我有了更多的评分 而接下来 重要的奖励 武器抽取 下一刻一道光芒闪动 李昂手中凭空出现一个又黑又硬的棍子 名称 钢的棍 类型武器 品质普通 好家伙 给我这个棍 是让我考个特级厨师回来 虽然用起来挺顺手 但抽取的是武器啊 你给我个厨具 所以随机技能我再看看 当技能的介绍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李昂神情一变 下一刻学习技能 然后猛地睁开眼睛 脚下一踏 一道冲击波 以李昂为中心震动发出 面前的饭碗直接被掀飞 全都被砸碎在墙上 不错呢 这就相当于低配版神罗天真啊 就是不知道用多了 会不会变成文香眼 技能名碎物散射 这技能自然破坏力不足 但是如果能够用来影响别人的内脏 倒也是暗杀的好手段 此时系统提醒再次传来 您已升级 现在等级6 系统收集您既往的战斗数据 根据您的表现 现赋予您称号 称号为 黄造的开堂手 好家伙 我的好系统 你这是真能混蛋啊 把我弄成一个 拿着特级厨师厨具的西厂连环杀手 你真6啊 刚刚得到特级厨具准备当厨师的李昂 到了晚上 就成了守护商场安全的保安 随着杀场游戏的开展 如王从山一样的普通人 都感觉到了世界的不寻常 而李昂陪着女神班长来购物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在玩家论坛里得到的消息 而玩家论坛正是官方推动的杀场游戏交流区 根据上面的情报 只要去都市传说的地方 就有可能触发任务 果然 当李昂抱着商品走了7749圈以后 任务出现了 剧本任务 捉迷藏 请于凌晨12点 前往龙横商场正门大厅 等待下一步任务 奖励会在下一步任务提示时公布 失败惩罚抹杀 凌晨还未到达指定时间 李昂已经来到了任务地点 发起了语音 罗子 果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对面直接回来消息 表示李昂所要的商场施工图 以及装修图纸资料已经发送过去 剩下的稍后就好 满意的夸奖到 不愧是论坛里有口皆碑的情报商 效率果然可以 罗子继续回到 入侵商场监控系统的软件发给你了 也帮你适配了手机屏幕 至于跟龙横广场有关的特殊事件 还真不少 干得不错 我的小罗子 40枚游戏币 马上给你 收到游戏币 罗子表示初次合作免费送的情报 在你发来消息的半小时内 有两个人要了跟你一样的情报 此时 在某处地下室内 一个人影面对着电脑 在纸上记下了李昂的称呼 又一个英式玩家 时间11点40分 李昂来到龙横广场正门大厅 发现早已经有其他玩家等候在这里 李昂热情地打了声招呼 看身影 一共有四名玩家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想来是因为现实世界任务 所以都在保护自己 毕竟论坛里也提到过 有的人会绑架玩家的家人 然后强迫玩家卖命 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玩家想要安全 就只能投靠特事局 虽然特事局会提供保护 但是家人都会被完全封闭 跟社会脱轨 所以综合来看 隐藏身份是最好的选择 李昂一一扫过几人 突然发现其中一个美女格外眼熟 这不是之前的射手小姐姐柳无怠吗 柳无怠同样注意到了李昂 点头示意 现实的任务 有一个相对而言可以信任的队友 还是很幸运的 接下来 让我看看队友的深浅吧 李昂直接发动猫眼 可下一秒 一个手掌直接出现在李昂面前 语气冰冷地说道 上来就开零食探知队友情报吗 小子 你有点没规矩啊 看着都貌男不善的眼神 李昂紧盲装无辜 说到自己是新手 不太懂规矩 多有冒犯 喵 看来 这次的队友 很不友善了 随着人员正式碰面 下阶段任务提示随之公布 凌晨12点 玩家将扮演龙横商场内的保安人员 搜查整栋商场 找出散落在各地的六张不同的纸质符录 在游戏开始时 玩家将各自获得一只猪沙毛 此为任务道具 无法装入背包 任务结束后 无法盖出 玩家需要用猪沙毛笔模仿符录上的图案 将其临摹在商场各个楼层的地面上 在游戏过程中 商场内会有鬼魂巡逻 一旦玩家发出声音或光亮 将立刻吸引鬼魂注意 受到追杀 玩家需要保持一定距离 一旦接近彼此 需要立即分开 否则将会吸引鬼魂注意 受到追杀 玩家需要不停移动 不可长时间停留一处 否则将吸引鬼魂注意 受到追杀 鬼魂无法破坏符录 六张符录复刻完成 任务完成 超过凌晨三点 六张符录仍未临摹完毕 则是为任务失败 失败惩罚 抹杀 做过鬼的都知道 鬼的实力取决于生前的怨念 和死后吸收的阴气 但一个人气旺盛的商场 却让只成为十多年的鬼魂 实力碾压五名玩家 究竟是怎么回事 新的县市团队任务 在人员聚齐以后 午夜十二点准时发布 后续任务细则 在众人都阅读完毕后 彭克男医生 想只吸引众人注意力 然后说到这次的任务 看来存在一定难度 距离任务开始还有十八分钟 这段时间 应该是留给我们彼此交换情报 熟悉队友和制定计划的时间 所以我建议先从公开身份开始吧 等级六 龙甲卫士 敖勇 等级六 孤傲的滑板者 迷失飞艇等级五 宫如霹雳 胡黛 等级五 黄造的开堂手 李日生 等级六 称号都是根据玩家表现赋予的 所以看着一一 李昂猜测他应该拥有治疗一类的能力 而都汇报信息以后 一一分析到 在场的都是等级五以上 沙场游戏的任务难度 是根据玩家水平决定的 所以这次的任务要更危险 敖勇接话道 我也有些情报分享 我是早上触发的任务 在接触任务后 就通过各类渠道 收集了部分龙恒广场的资料 在龙恒广场建成以后 直到现在 共发生无奇死亡事件 按照任务描述 追杀我们的鬼魂 很有可能就是 这非正常死亡事件中的死者 第一起 是一名工程师 在商场建成初期 搞测量的过程中 从仅有三米的架子上 摔下来当场死亡 第二起 是一名乞讨老人 在被商场保安 赶出商场的过程中 呼发心脏病死亡 第三起 是一名四岁的小女孩 因为妈妈的疏忽 导致从四楼扶梯失足 跌落到负一当场死亡 第四起 是三个月后 小女孩的母亲 由于精神恍惚 从小女孩跌落的位子跳下 当场死亡 第五起 则是一名无辜路人 被广告牌打死 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 看着手里的资料 李昂现在最大的想法 就是问罗子 能不能把买情报的钱退回来 一一说到 看来可能并不只有一个鬼 如果做好最坏的打算 可能有五个鬼魂 一起在商场巡逻 敖勇赞同的表示 的确有这个可能 五名玩家 对五名厉鬼 成立 迷失飞艇 回忆着任务要求 说道 系统让我们隐蔽在黑暗中 不要发出声音或者光亮 那么就是说 系统默认我们的实力 不如厉鬼 不能正面刚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敖勇有取出几个平板电脑 略带鼓励语气的说道 大家也不要太悲观 毕竟我们只要完成 服录的临摹就可以了 这些平板都安装了监控系统 并且咱们可以通过微信联系 避免鬼魂追杀 稳健的李昂 接过平板 但是自己认为任务开始后 还是使用自己手机为妙 毕竟人心隔肚皮 就在这时 众人都发现自己的口袋里 多出一样东西 李昂拿出来 发现是任务道具毛笔 看着廉价且普通无比的毛笔 李昂感觉只要用力 就会断掉 断掉的毛笔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临摹服录 看来除了系统所揭示的要求之外 还多一条隐藏规则 就是保护毛笔 这时柴大小姐伸出脑袋 询问到系统的意思是说 你们五个人 解决不了几个死了最多十几年的鬼魂 这不科学啊 李昂回应道 你个鬼魂跟我聊科学 不过我也知道 你们鬼魂实力强大于否 取决于生前的怨念和吸收的阴气 所以公子 我也很疑惑 这个商场的鬼魂 哪里来那么大的冤屈和阴气呢 只能理解成 这是系统的手脚 或者说 这个商场本身就不普通 随着任务时间到达 空中凭空出现一个时钟 无数条锁链飞出 众人的身体开始变化 传送开始 杀场游戏任务开始 被鬼追杀过的都知道 在黑暗中 一定要把你手机屏幕的亮度 拉到最低 不然 你就会吸引他们的注意 随着任务开始 众人皆被系统传送 并且全部被送到不同区域 C楼一层 B福尼门口 A楼三层 保时龙门口 B楼四层 沃尔福特门口 B楼五层 卸黄包门口 A楼底下一层 佩娜海门口 在确定各自位置后 敖泳群内指挥道 大家都到A楼集合 哪里的大厅 从一楼贯穿到五楼 视野开阔 方便我们彼此关照 对这个提议 大家都很赞同 既能够避免直接接触 又可以互相关照 而李昂在群里提醒道 大家有把手机屏幕亮度 调到最低了吗 光亮可能会引来他们 果然 迷失飞艇下一刻就在群里 回忆到 你压怎么不早说 谁来帮帮我 没错 迷失飞艇的身后 此时一个乞丐模样的鬼魂 正弹出脑袋 一点点的向下伸去 敖勇在群里紧忙表示 我们可承担不起 一开局 就损失一名队友的损失 正当此时 从上掉下一只小兔子 小兔子落地 开始唱起金的朋友 迷失飞艇身后的乞丐果 瞬间被吸引 猛然转身 直接向兔子扑了过去 居然直接厚入了地上的小兔子 隐去身形 紧接着下一秒 股子原地炸开 乞丐鬼再次飞了出来 众人此时意识到 鬼魂的目的是要复身 看着下面的情况 李扬分析道 死在龙横广场的人 鬼魂被困在这里无法离开 只有通过复身才能脱离 正当众人以为危机 暂时解决的时候 下一刻 喊的一声 商场的灯光居然全部打开 乞丐鬼也扭过身躯 大大的眼睛 直接发现了面前的迷失飞艇 生死存亡之际 迷失飞艇 直接发动称号能力 孤傲的滑板者 可以直接向前滑行一段距离 脚下产生一个紫色的滑板 瞬间滑行而出 咻的一声 直接窜出 只留下一道紫光 随着技能结束 迷失飞艇在地上打了个鼓 稳住身形 一口气滑行到了C楼 一定甩开了那个鬼 就在自己以为暂时安全的时候 身后的监控突然转动 在监控中 墙壁上伸出一双干枯的手衣 直接抓住迷失飞艇 缓缓拉入墙内 而另一边 柳无带看着亮起的灯光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灯光系统是有开光的 不会无故亮起 这就意味着 有一个鬼魂在控制室 而且 这些鬼 是有智力的 下一秒 柳无带突然感觉身后 传来一阵危机感 本能一般的警王跳开 然后搭弓射箭 技能猎火战车 武器特效 可以使一只箭矢附带 火属性攻击和破检伤害 技能打出 一个鬼影被吞没在火焰之中 听到四周此时都传来了战斗的声 柳无带不解为什么鬼魂会这么快找到他们 虞光扫过墙角 抬手一箭射出 没错 就是监控 紧忙掏出手机 开启病毒程序 直接切断大楼的供电系统 一瞬间大楼重新陷入黑暗 柳无带群内表示 自己切断了电源 但中控室内还有果 可以通过地下室的发电机发电 重新监视我们 一一立即回复到 自己就在地下室附近 马上去摧毁被用发电机 柳无带紧忙叮嘱道 小心 他们有智慧 然而对比这条消息 一一看到了更震惊的东西 没错 原本应该出意外的迷失飞艇 居然出现在自己身后 如果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让你帮她捡球 不然就要拿你的脑袋当球 你会选择乖乖听话吗 突然出现的迷失飞艇 毫不犹豫地向一一发动攻击 强大的一击 直接把身后墙壁打碎 看着迷失飞艇身上的影子 一一意识到 这是被乞丐鬼附身了 而迷失飞艇指着自己的嘴 发去阵阵怪叫 原来迷失飞艇的舌头居然被切掉 现在这种情况 要尽快脱离战斗 不然只会吸引更多鬼魂 正在思考如何做的时候 手上突然摸到了什么东西 转头看去 居然是俘虏 好家伙 这是俘获相依啊 可下一秒 身后出现一抹火光 抬头看去 居然是一个全身火焰的鬼魂 此时一一心里叫苦连连 第二只鬼 还尼玛真是俘获相依啊 关键时候 手速的作用体现了 一一一秒四条消息 还代表情 看着渐渐逼近的两只鬼魂 一一握着手里的一个娃娃形状的道具 心里想着看来要在这里用上 感觉有点亏啊 正当两鬼抱起要扑上来的时候 敖勇突然出现 大喊道我来助你 下一刻五根手指前面凝聚显行光圈 然后抬手打去 一发冲击波直接冲飞二鬼 紧忙说到你快去画符落 咱们在一起只会吸引更多鬼 一一果断转身逃跑 看着逃跑的一一 敖勇双耳双眼也流出鲜血 看来刚才的技能 代价不小 另一边 李昂手持一把快 一发小李飞快 解决自己身边的监控 说到鬼魂看不到符落 但是可没说看不到我们模仿符落 可不能画一幅就被他们破坏一幅 所以狡兔三窟 必须多画几个 这个符落 是出自太上洞玄灵宝 无量度人上品妙金 柴大小杰看着临摹的符落 表示我为什么感觉不到任何压力 不是镇压鬼的符落吗 柴柴 本公子可是打算做个试验 毕竟这里可有鬼啊 看着群里一一的回复 任务完成一半了 如果这样简单 就有点与任务难度不匹配了 正当李昂思考的时候 一个小皮球咕噜到了李昂脚下 回过头去 一个天真开爱的小女孩 怯生生的说道 叔叔 可以帮我捡个球吗 李昂缓缓捡起小皮球 说到我这么年轻率前 你听话 叫哥哥 拿着下一秒 小皮球被女孩重重的砸在李昂面具上 然后掐着腰对李昂说道 厚脸皮叔叔 帮我捡下球好吗 不然 我就要把你的厚脸皮吃掉了 李昂从腰间抽出自己的 一脸和善笑容 熊孩子 跟我犯婚 哥哥可是撒尿活泥 捏出大胃雕像的男人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婚 注意看 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其实是一个熊孩子 李昂拿着小皮球 一脸和善地看着小女孩 小妹妹 你想玩球对吧 那么大哥哥就满足你 李昂直接附着内力 然后抛向天空 一发大力出奇迹 钢支棍直接把小皮球都搞变形 碰得一声巨响 皮球瞬间飞出 直接砸入墙面 趋势不减 抬头看去 直接从A区达到了C区 李昂对自己母胎单身的臂力非常满 而小女孩此时都骂了 表情呆滞地看着人 李昂回过头 微笑着说道 小妹妹 按照你的规则 去捡球吧 原本还要张口吃了李昂的小女孩 此时都被李昂搞哭了 丢下一句坏蛋书 哭着向球跑去 这场景让李昂自己都堵透了 是不是有点太禽兽了 柴大小姐仅能纠正 你连禽兽都不如 而看着远去小女孩 李昂分析道 这女孩乖乖去捡球 倒是验证了我的猜想 这里的诡异 只要我们不为粉他们的规则 就很可能不会受到攻击 接下来抓紧收集服务吧 走走逛逛的李昂 来到奢侈品店 看着一双价值一挖二的破戏 忍不住吐槽起来 这有钱人的世界和品位 还真是不懂啊 柴柴伸出脑袋 疑惑地问道 你咋还有闲工夫在这看盖帮帮准些 李昂睿智地说道 你没听到吗 从我们来这里 头顶的吊灯就不停地轻轻碰 这不明显是系统给我们的提示吗 柴柴 你看着 公子给你表演一下原地起药 橫空翻身曲物 平稳落地 蓝渡戏数十的操作 看着手里的物品 李昂发现居然是一笔宣传创 仔细看去 宣传课中 似乎夹着一张符路 可是却无法直接打开 正在李昂以为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的时候 宣传册的第一页 居然直接打开 原来如此 需要一页一页翻 不过这宣传册里面的图片 好像是商场的伏踢 哎哟 一双切尔西 这腿有点长得过分了 我咋感觉往下翻会出问题 这身影越来越近 不对啊 这书里面的图片 还带配音吗 我咋听到身后有脚步什么 不对 这书是现场直播 从图片判断 就是我身后的伏踢 好家伙 往下翻会出事 不往下翻又拿不到糊 感觉回头又会突发可怕的事情 而且身后传来的气息 比小女孩强的不是一心伴的 和她对上我估计百分之百得无了 怎么办呢 越往下翻 就感觉身后的诡异越来越近 大砍刀即将落下 吓人啊 就在如此危机的时刻 李昂居然往回翻了一颗 原本已经在头顶的砍刀 瞬间收回 哦哦 看来小爷猜的没错啊 这本书 不仅能够播放 也能倒退啊 鸡鸡鸡 那可就有的完了 小宝贝 让你感受一下 我单身十几年的电竞业余选手的手术了 论卡bug这一款 李昂绝对挺合适 当发现宣传册不仅可以直播 更可以倒退以后 在李昂超高的手术下 身后的诡异开始被各种摧残 终于 在两分半钟以后 诡异一把丢掉手里的大砍刀 卖着六亲不认的部分 果断开溜 李昂还惋惜的说道 吴王你别走啊 坚持到三分钟啊 顺利拿出俘虏的李昂 还不忘吐槽一句 这持久力也不行啊 掏出手机 李昂在群里发出情报 敖勇给出回复 表示自己也找到了一张 已经渡过危机的敖勇 和依依在一个楼层 敖勇轻松的语气说道 看来 我们只要找到最后一个 就完成任务了 正当两人准备行动的时候 手机同时传来一阵震动 一个大波浪美女头像 请求天家宁为好远 现此依依不禁吐槽道 这大半夜的 还这么爱的 女骗子真心 估计是批量发送 依依 你也接到好友申请了吧 依依反问道 你不加她吗 而敖勇一副正义的样子说道 这就是小片 到时候卖点茶叶 我可不上当 我还是快去画符路吧 一一看着离开的敖勇 和微信上大波浪的头像 想了想 还是点通过验证 而上一堂 李扬看着分开的两个 给柳无怠发出消息 告诉他找到最后一张符路以后 先不要着急领摩 而是先私信告诉他 又接着问道 刚才你遭遇的鬼 是男是女 看着奇怪的问了 柳无怠还是恢复到男 看着柳无怠回复的消息 李扬意识得自己最担心的问题出现了 那就是厉鬼的数量 对不上 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在龙恒广场死去的我 现在可以确定 附身迷失飞艇的 是石皇老人 一一在主控室遇到的 就当他是工程师 我这边遇到了小女孩 而另一个应该是无孤路人 然后是位出现的小女孩的妈妈 和你遇上了那只 这就已经六只了 而且可能还不止六只 就在此时 群内再次传来消息 敖勇在群里说道 自己找到了符路 但是朱砂比意外坏掉了 最好来个人到二楼帮忙画一遍 见此 李扬紧忙跟柳如带说道 先别回复 我有事情 需要你配合 二楼的敖勇等了几分钟 却发现没人回复他 慌乱的问到啥情况 大家不停观了 就在此时 碰的一声 五楼居然炸了 巨大的爆炸声 直接把躲在暗处的诡异吸引出来 看着飞向五楼的诡异 李扬鼠道果然有热情 冲上来的敖雨 看着李扬慌乱的说道 你把五楼炸了 那你还不赶紧跟我去二楼画葫芦 最后一张画完 我们就能结束游戏了 李扬此时一脸轻松地说道 可不敢瞎说 不是我炸的 是我们这位有活力不足恐惧症的小姐姐干的 烟雾渐渐散去 六只诡异的身形渐渐显现 对面的小女孩突然指向你了 狠狠地说道 妈妈就是那个后脸皮叔叔欺虎 好吗 我这是忘了 打了小的 会来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